HELLO 大家好,我是UKAR的張旭宇 今天我其實人在美國的猶他州的這個MOAB這個地方 參加的是Land Rover的他們叫Adventure Travel MOAB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其實已經行之有年了 他們會邀請一些包含像是潛在的車主或者是已經是車主 也歡迎所有的消費者來參加這樣一個類似越野的活動 早上我們已經先進行第一段的這個可以說越野的體驗 在我旁邊的這位就是我早上的教練他叫Greg 那我先來問一下Greg說到底我們今天早上開的是什麼車 然後還有我們到底早上開了什麼樣的路況 來跟他一一做介紹 HELLO GREG Which particular model we would have in the morning? Well so far we've been in the Range Rover Supercharged V8 So that's the vehicle of our choice so far for this morning And with it out here we've been on the Monitor and Merrimack Trail And this trail happens to have a mix of you know classic MOAB slick rock like what we happen to be standing on now And also a mix of some sand wash some sand roads And a couple other varieties of terrain while we're out here Also with this that really then allows us to really kind of draw A lot from the vehicle's four-wheel drive system And also from the train response system Right we've been able to use you know mud and ruts a little bit We've been able to use sand and sand mode a little bit We use rock crawl a little bit in a couple of spots So really with this variety of terrain It allows us also to really see some of the different technology that the vehicle offers as well So thank you Greg And that actually整個它的 Adventure Travel MOAB 這個活動呢 他們其實在Land Rover這個品牌裡面 它目前有四個Adventure活動 一個是在瑞典的Ice Ekstami 然後再來呢是在芬蘭的Lapland 然後另外呢是在非洲的納米比亞 那最後呢就是這個 Moab這個地區的一個越野活動 那這個都是Land Rover他們原廠所提供的一些 越野的這些體驗 都歡迎全球的這個消費者或者是潛在車主 或者是現有車主一起來體驗這樣的活動 在今天我們第二天呢 所進行的這個體驗活動的場地呢 它這次叫Hell's Revenge 那它其實有包含早上剛剛有 包含一個陡峭的岩壁啊 然後險降坡 然後還有沙地 我們現在看到沙地等等這樣的環境 那我們駕駛的車款呢 同樣我跟第一天同樣 還是這個Range Rover 這個525P的V8這個版本 那其實整個活動現場還有提供 包含像Discovery的這個V6的Supercharge 同樣是機械增壓的版本 然後也有Range Rover Sport 這個同樣是525P的這個V8的車型 那其實這幾碗車型都能夠輕鬆的升任 這些越野的挑戰 那我們只要把它打開HDC這個抖波環降 甚至開了它這個 他們叫ATPC這套系統之後呢 那其實它能夠很輕鬆的去自動控制你的煞車 那在ATPC的這個模式下呢 還能夠去自動控制你的油門 讓你的車速能夠穩定在一個非常平順的一個狀態 然後輕鬆完成這些體驗 體驗這樣的活動的意義是 其實你可以看到很多在Moab這個地區的車款 他們其實是使用 他們可能去租一個Jeep 或者是像是漢馬那些車子 來體驗這樣一個越野活動或路段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那些車款 他們都是有裝上可能特別調整過 裝上巧克力胎啊或者是進行加高啊 做一些其他的調整 但是呢我們在Land Rover這個體驗裡面呢 所開的所有的車款 它都是全員廠這個輪胎的設定 而且甚至呢這個輪胎呢 它的尺寸有的還高達21 22吋 然後但是呢其實他們所有全員廠的車款 不然是Land Rover、Land Rover Sport或Discovery 都能夠完全勝任 這樣在Moab這樣可能高低上下 才很大的那個岩地路段或是沙地等等的 這樣子其實 這個很能夠明顯的去彰顯出Land Rover 他們在越野的一些潛能 其實我相信很多台灣的讀者朋友 可能會覺得說 其實以前你在可能Land Rover車款上面 看到非常複雜非常多的功能 像ATPC或HDC這些功能 其實大家一定很好奇 這功能怎麼使用 其實我蠻建議大家說如果有興趣 你可以來參加這樣的活動 去完整的體驗到Land Rover車款 他們這個在越野性的表現 而且再加上其實你來到Moab這個地方 風景相當壯麗 你可以體驗到不同的風景還包含車款 這個我相信都是會讓你覺得一生難忘的回憶 其實我們昨天所在的一個 整個體驗的活動範圍呢 它是叫7 miles ring 那今天我們第二天所體驗的整個 等於說活動的整個範圍呢 它是叫做Hell's Revenge 這樣一個體驗的活動的場地 那其實可以看到沿路上很多 他們叫做side by side的一些 可能是一些越野車啊 或者是一些越野摩托車 那其實我今天所駕駛的這款 那個體驗的車款呢 一樣跟昨天一樣是Range Rover的這個 V8這個車款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跟我的教練 Jim來請教一下說 今天早上我們到底進行什麼樣的單元 或者什麼樣的活動 以及我們用到什麼樣的功能 好,so Jim How's my doing in the morning? Your driving has been excellent Oh,thank you So we are driving Range Rover V8 and how's the road condition in this morning and which one mode we used in this morning? So today's trail has mostly been on slick rock and so we either use mud and ruts so it's easier on shifting 但是如果需要更加高度的距離,我们就直接到 rock crawl Unless我们在山上,我们用山模式 用山模式 所以我们用 HDC和ATPC 我们用两个 所以我们展示你 hill descent 上一路上一路上一路 这就是2mph 然后我们转向ATPC 然后我们让它做一些油游和链链 但在上一路上,我们有1.2mph 所以它會為你控制 當然,而且它在柔軟的位置非常好 對,我經過這兩天的體驗 所以謝謝你,Jim 沒問題,謝謝 其實經過這樣兩天的體驗之後 雖然我這兩天體驗都是Range Rover VA的車款 但是透過不一樣的環境 我能夠感受到包含像沙地、岩地 甚至是斗翹的一個整個岩壁的路況的時候 我們可以選擇用什麼樣的模式 或者是選擇用斗坡環降系統 還有ATPC系統去體驗整個車輛 輔助你控制或者幫助你完成整項越野的過程 那其實整趟過程當中 蠻重要的也是包含像教練的指導 其實整個越野整個活動應該是屬於團隊合作的一個精神 那我相信如果有興趣來參加這樣活動的朋友們 一定會感受到說 其實在Moab這個地方呢 除了駕駛Land Rover車款 然後你可以感受到Land Rover車款 它只有使用原廠胎 然後原廠設定 它就能夠輕鬆完成這樣的挑戰之外呢 你可以感受這樣的風景 所以我非常建議大家能夠來這邊 可能有機會的話 能夠來體驗Land Rover車款 讓我們在越野方面的實力 以及Moab相當漂亮的風景 好,我是Yuka的張旭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